教育部副部长张顺文今天正式将2017年华晓和华中的特别拨款 发放给三州46所华晓和4所国民型中学 三州各华晓和华中分别获得326万令吉和100万令吉 张顺文强调一旦拨款安排妥当后便会陆续发放出去 他强调政府将遵守承诺他促请行动党不要再玩弄教育拨款课题 履行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年头的时候给的是2016年 现在给的是2017年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反对党尤其是黄伟毅啊张国祥啊 这些不断的在消费玩弄拨款的事情 那么从现在开始已经正式的拨远 由我们的州务大臣来移交这个款项 我希望他们也像我们总会长所说 希望他们收手不要再来消费这个课题 张顺文重申自他2015年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以来 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反对党议员 在国会提及增建华小的课题 但如今火箭却一直炒作教育课题 他也炮轰宾州首长林观音和太平国会议员 林可敏睁眼说瞎话 他批评他们趁着大选接近时期 才关注华小的课题发表意见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筹码 试图转移大众对宾州工地土崩意外的视线 NTVC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